上第一个我们的那个TES的公式 再来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做下拉清单 包含移除重复 因为这个步骤虽然说不是很复杂 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些功能不熟悉的话 恐怕还是要找 我发现有些同学还是不是很熟 那这都蛮常用到的 所以可能还是稍加练习 所以一移除重复这个清单 二的话公式 就是先选取这个范围 再用公式里面从选取范围顶端列 把这些总共会有1233个 再利用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的话分别B栏跟F栏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自动代出的话 那我要怎么自动代出 那我要代出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大概自动代出的逻辑是这样 当我下拉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帮我代出这一个跟这一个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怎么把它产生 理论上呢 第一个当然 我们如果先不讲 不讲那个自动代出 我们先那个假设你要让它什么产生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是延续前面的这个公式 这个问题它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 如果编号要出现的前提是因为 那个必然的同一列的地方有资料 如果说它要出现的话 一般会这样 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 就是把它什么 剪下来之后 插入一个函数 函数呢 判断嘛 逻辑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现在的同一列里面的资料里面 如果有资料的话 那有资料的话 就是我的习惯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是否为空的 好像有个函数叫 is blank 你可以用is blank判断 不过我发现那个函数 让你会有发生错误的可能 我的另外一个习惯 我用比较简单的 就是等于什么呢 如果我呢 它旁边等于空的话 那当然逻辑 可以怎么样呢 它也是 我这边也是空的 反之的话呢 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OK 那个话呢 就可以产生什么 当它 那一种逻辑写法是这样 这样也可以来 这个叫不等于 不等于空的话 那刚好两个就颠倒 就是这个反之就是空的 那两种叙述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写法不一样 看个人的习惯 那我确认一下 我云端上面的话 我是写的是哪一个呢 我是等于空的 那种写法 因为有的时候看自己个人的习惯 这边假设是用一字的 那我就用这种逻辑 等于空的 那我这边也是空的 反之的话呢 这边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确定之后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 发现了当它是空的 它是空的 它有东西的话 自动跳出来 OK 就想说那底下怎么办呢 底下你可以向上延伸 向下延伸 那20列好了 你看如果多做一个 它就会自动带出一个 一个自动带出一个 那如果删掉一个 就删掉一个了 那它的什么呢 它的单价 那单价要怎么带呢 基本上就从什么 新单里面去查 上呢 可以用什么呢 那用V路函数来查 会最简单的 所以我V路函数要查询的话 那基本上 第一个再来怎么样 可以这一个范围 先一个名称好了 这个名称我看一下 这个名称的话 当然第一个用这个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呢 建立一个叫品名对照表 我将来呢 如果查品 我可以从这个对照表里面 查到它的单价 那V路函数 那第一个 我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那名称的方式 除了说你可以从这边 定义名称按之外 给它一个名称叫 品名照表确定 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 直接从什么 地方可以输入 其实从这个输入 其实就等同于 从这边去输入了 所以我的习惯 这边比较快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做 品名对照表 那这样的 until 好 这样OK了 那你会实际上 名称管理员里面 也会出现一个品名对照表 那你可以讲 点下面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范围就是你 现在所指定的范围 那未来要存取 一样按F3都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样查呢 当这个地方出现的话 那我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用什么呢 用检释与参照里面的 V路函数最后一个 检释与参照里面的最后一个 那查查这个CD 在哪里查呢 F3 品名的对照表里面 帮我记起栏呢 特别说 Color index number 一定是查第一栏 但那只有1跟2 所以只有2而已 OK 好 2 然后比对方呢 完全比对 输入一个0好了 就1 因为这里面的定都是正确的 所以一定我没有0 OK 按确定 好 那你一样会帮你带出资料来 向下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 当他的时候 他会 notable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边没有东西 所以一样方法 我们必须 再减一下 籃数 一样用符 去做什么呢 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我会空的话 那我也是空的 反正才把那个什么呢 把公式给贴上 OK 其实等于在下面这边而已 其他的向下填满 我们把它拉10就可以了 那你会翻一下 拉 这个是线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子填的话 它就会自动带出来 一边是用那个test 一样用一幅逻辑判断 可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假如说填 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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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到哪里呢 假设我填到第20笔 那20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11笔 就会有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再来就是 再向下 你向下水 有时候 那我干脆拉最底下 这样就一牢 1048576 没有错的 可是会有个问题 这个公式能怎么样 其实它就是里面 放了一串的文字 那如果你堆的东西 在每 有没有 这一栏 打勾 底下里面的话 它每一个储存都会放这些资料 然后呢 这底下的一样 如果你又向下填满 假设我要第50好了 这样 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 会多出色 你看没有 但实际上里面会有一堆公司 如果你将来栏位数越多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一堆的公司在里面 可不可以跑 但是会有个问题 你会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然后你一存档发现 档案好大 所以 可以这样做 但是缺点是什么 你要预先 把公式 放在背后 然后又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档案会很大 效率不好 但是放少呢 你又担心说哪一天 你要再来改 所以会有问题 那要怎么解 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想的 那这个解决方案等一下再来看 那一样数量的话 如果他数量输入的话 那这个也要输入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乘这个 那但是呢 如果他是空的 那就不显示 所以一样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是空的 小记也是空的 小记也是空的 反之就是什么 就是公式 一样 所以你输入20个 Enter就出来了 那当然也是会 问题的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向上填满 也可以向下填满 反正你预先 假设我拉到第50个好了 前50个 你表面里面是没东西 但是每一个每一个里面都有公式 这样子会造成什么 档案比较大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用VBA 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 不需要先把公式放在背后 而是当这个变动的时候 我自动把那个公式到这里面来 而不是预先 OK 先填 而是当这个储存格变动的时候 我就塞到这个储存格 跟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我们就是要需要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建那个下拉清单建完 然后我们基本上 第二的话就是说 当我那个品名的部分 假如 品名部分假如说有下拉清单 那我会自动带出旁边的资料过来 旁边资料过来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里面如果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就贴上 大概会先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种 有一些就是效率啊 就是因为你可能档案 会变成会多的公式在那个里面 所以会变得 档案会变很有 还真的有同学是做法 他说老师 为什么我的档案 以色档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我一看哇 你好厉害 背后里面放了好多好多公式在里面 但是这病 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变成说是 透过VBA动态的去把这两个公式 帮我再放进去 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